我哥芷奇士 他是Francis 他是Lasris 我们下面会用普通话唱一首圣诞歌 叫做《没有圣诞的地方》 北风漫外吹 我们庆祝圣诞 同赞美歌唱 笑容灿烂 人生路漫漫 不怕风雨变幻 因有耶稣 出去心里不安 阴晴圆圈 悲欢我聚散 风起云淡 我心汝染 人生路 种愁苦短暂 我们天家 明亮璀璨 北风还在吹 敲打某人心房 向后脚背叹 又想呼喊 谁为他点灯 为他牵肠轻叹 几云盼望 不再隔岸观看 湖泡泡河 湖泡江河 湖泡江河 一碗又一碗 水源如长 万水千山 我身盘 我身盘 又分身千万 佳银光传 为空一碗 佳银光传 为空一碗 佳银光传 为空一碗 那地方人心覆盖冰雪 那地方悲伤弥漫 人间苦难 一罐又一罐 编编红衣 无力复唤 谁愿宁领终心破岸 共惊天佳 游州金旁 这次圣诞节系列里面我们一共和网友分享了七首歌 在演绎上你个人觉得哪一首难度最高? 我主要负责弹和和唱 在弹奏方面这首没有圣诞的地方是有点难度的 因为歌词的情感比较丰富 变化很大 需要配合的和言和 chord 不是一般简单的容易那一首 颜色变化更复杂 转换密度也更高 我这一首是最容易的 因为不用弹 不得戏 好 认真的 我有一个体会就是 就算是我们弹同样的和言 每一次去演绎的时候 效果都可以很不一样的 比如就是你用的力度大一些或小一些 你爽一些或拖一些 出来的感觉已经完全不对劳了 是的 非常同意 好像画画调色一样 要调出一个特定的粉红色 要很精准地调出来都不容易 但说实话难度越高 克服了之后 满足感都越大 不同意 今天我们的谈话是比较特别一点的 就是我不以创作者的角度 讲太多 反而想听一些 你作为一个伴奏者或者听众的角度 因为我都知道 在这七首圣诞歌里面 你是最喜欢这一首的 除了刚才所说的 在演奏上更加具挑战性 这一点之外 还有没有其他原因 有的 因为我见到一般圣诞歌 通常讲及圣诞的场景 圣诞的气氛或者圣诞的意义 很少 至少我没有见过 是以这首歌的角度去讲圣诞 是的 我其实就是 都从我们想当然 可以去过圣诞节 从这里我们去讲 原来在这个地球上 仍然有不少地方的人 可以是完全不知道有圣诞节 又或者他们知道也好 是不被允准去慶祝圣诞 所以这首歌的 情感都特别丰富 虽然我不是唱那个 但是伴奏都力求去配合唱歌的歌者 好像这首歌描述到 在北风中远方的某人的仇苦 有几句的歌词都触动我心的 谁为他点灯 谁为他浅唱轻坦 既如盼望 不在隔岸本刊 这节很快到 我知道对于 Gilco来说 这是一个非常开心 我们有期待的节日 是的 我也是 我盼望我们在开心庆祝 唱着圣诞歌的同时 我们都会想及到在这个世界 某一个角落的某人 当然重点不是说 他们是否能够可以享有 有一天的圣诞节假期 他们也有机会听到主降生 这个至关重要的讯息 非常同意 因为人世实在充满着苦难 又短暂 所以唯有主能够带给人光明的盼望 希望我们的歌你都会喜欢 在面前能够给你一些鼓励 我们就会很开心 当然我们也很开心 能够收到你的留言和回应 一个like都可以 大家网友如果喜欢我们的channel 希望你们会follow我们 subscribe我们 连同按这个小铃铛 当日最新视频推出的时候 你就会第一时间收到通知 我们也会把歌谱放在我们下面的连结 欢迎你下载 我是Lars 我是Francis 拜拜